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今年6月 一场暗夜大火夺走四条人命 更再度掀起台湾消防改革的声浪 这是发生在6月30日 彰化乔友大厦的重大火警 这场火烧了9个小时 消防员彻夜和时间赛跑 希望能抢救受困民众 不料最后的结果令人不舍 大火造成4人死亡 21人受伤 其中彰化东区分队消防队员 33岁的陈志凡不幸殉职 这是彰化首次有消防员 因救灾殉职的事件 陈志凡的家人和分队同袍忍住悲痛 在华视镜头前发生 他们想问消防员的安全与工作环境 真的受到重视了吗 台湾社会又该如何保障这群 为你我奉献的大火英雄呢 生死一线系列报道 一起来关心 学生大火不断窜烧 这栋彰化式地标桥友大楼突然冒出火光 农烟也直往上窜 到达现场的时候 从外观看起来是有蛮有窃取白烟 因为指揮官只是上七到九 跟民众院长说关门待救 2021年6月30日 震荡全台持续遭三级警戒冲击 入夜的彰化室被火光与农烟笼罩 彰化式地标桥友大厦发生火警 火势猛烈消防局多个分队紧急救援 180多名消防员冲到第一线与大火搏斗 晚间7点48分 消防队获报后立刻出动 54分抵达现场进行拯救 但夜晚事先不佳 加上大楼断电更增加了救援困难 我跟自白学长是去久了 逆时针跟顺时针这样绕 消防们问一下说 里面有没有人啊 我们是消防队的 确认现场有八个人 之后绕第二圈已经开始 渐渐地振起来 第三圈的时候就整个就看不清路 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乔友大厦一楼是电子游泳场 因为疫情暂时停业 起火点疑似在废弃的二三楼 消防员分为灭火组与人命搜索组 抢救重点在七八九楼 百香火防疫旅馆 29名隔离住客 两名员工共31人带救 但不幸的是抢救困难 连救援的消防员也受困火畅 消防员陈又为靠在窗边求救 也用手电筒打灯让大家看见他的位置 消防救命器声响在夜晚回荡 彰化东区消防分队队员陈又为 挂在窗边求救生死一线 9点18分被发现 三小时后才被救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更传出二万的消息 有三名住客罹难 而宇陈又为一同在酒楼搜索的 消防队员陈志凡 也因为气贫耗尽在火场中殉职 第1词 第4词 第4词 半夜了2点多 我老公来敲我的房门 说叫我们赶快去医院 去报警的时候外头等着等着等着 我跟他们问我会怎么办 他们都痛痛 人家不說我才會 這兩天我才跟我們同事 說一兩天我 求不怕的才會說 心痛的消息 不願相信的噩耗 陳志凡的爸爸媽媽 白髮人送黑髮人 難以承受 他是個聰明的孩子 一陣子 最小了到大了 都沒有保守 他如果那個人回來 我在做工作 都會幫他照做 或是幾年時間要拚嫂 我都會嫁回來幫他照片 這十五點的時候 就叫生員 九點的時候是教練 科學我們的時候 也是在做病心課 簽家就出來課 這完全是青色的 那個正妹 那個妹妹現在要上班了 其實那生長得更高 長得長得長得 小得年輕得年輕得年輕 分享寶貝兒子的成長經歷 眼中滿是驕傲 也難掩哀傷 陳志凡是家中長子 孝順穩重 自小看著爸爸當義肖 毅然決然投入消防工作 考上103年特考班 從事消防員六年多 正在準備升級考試 陳爸爸帶著我們 到陳志凡的房間 每樣物品都看得出 他對消防的熱忱與執著 消防會是剛剛 消防會只要成長 消防會只要成長 他會拿到你家是五花的 喔 算金載這個有沒有 現在生長也不會照顧 當然 要算生長看著時間 看著時間 要算看著我們要一段時間 人家說 是大人的生長化 沒得了人 我們就跟我們看一看 要小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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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煩惱 但是總是反覆於自己要小心 不然我們又能怎麼樣 因為吃到這份頭肉 我們也是想說 別人有辦法好好吃到退休 他應該也可以 33歲的精彩年華畫下句點 陳志凡父母忍住悲痛接受採訪 他們想知道的是 孩子在火場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39分的時候已經跟他通知說 那個氣品剩多少而已 但是拖到8點54分 他們還沒有人送東西上去 消防他們有一個專業的詞叫RIT RIT就是專門去救援受困消防員的 一個搶救小組 當天我們在詢問RIT的派遣時序 也沒有辦法完整的回答給我們 提出疑問 那得到的回覆幾乎都是我們很盡力的 第一次會議的時候 那個指揮官在說的話 聽他的口氣 我就有感覺他已經放棄我兒子了 就在那個時候他已經就放棄我兒子了 根據了解當天防火門疑似被逃生民眾開啟 安全體管道間被燒穿火焰上竄 阻斷救援和避難路線 陳志凡陳佑維無線電求救信號 只有八樓隊員收得到再轉給指揮官 陳佑維獲救耗時三小時 那麼氣瓶遭遇煤氣就地避難的陳志凡 又怎麼在危機中存活呢 甚至人還沒救出是1點27分再增加兩名消防員受困 陳志凡被救出時已是隔日凌晨2點半 家屬和外界之宜就在過程 與指揮行動有瑕疵 內政部組成事故調查委員會 要追出大火背後的真相 只要是真相要出來給我們家屬知道 不然他們都很好 都被一直蓋掉 都要放棄起來 我們家屬都不知道 還有希望說我們 因為我們已經老了 我們希望他去內湖的警察公墓 可以順利的進去 因為以後也沒有人跟他拜了 他今天會在裡面發生事情 一定不是某一個環節出狀況 而是從他一開始到抵達現場 入室的整個過程到後續收救 都是有問題的 一個問題一扣扣扣扣扣 才會發生這整件事 事故的那個環環向扣的 那扣環不見了 那扣環裡面怎麼來強化 這是從彰化橋橋事件以後 要來做檢討側見的地方 那當然同仁想了解 或者是家屬想了解 事故調查以後一定會完成以後 絕對把這個完全事故 做一個公開跟呈現 關授盤隊長進審理 覆蓋國旗 募勤 中央或是先政府消防局 他們都口頭承諾要給予最高的撫恤 但是這個撫恤能代表什麼 對啊 一條命換來的 然後呢 他們沒有給你任何的交代 讓你能接受嗎 乾杯 任務結束了 一路好走 鄰車行進分隊 消防車鳴笛致敬 同袍列隊告別 陳志凡英勇殉職 過班包揚令 追進分隊長 但寶貴的生命 卻再也回不來 一場大火帶走四條性命 造成二十一人受傷 這更是彰化縣 歷年來 首次有消防員救災殉職 也再度收出 消防員出勤安全的隱憂 彰化橋大樓火警起火 原因仍在調查當中 不過歷年來 消防人員殉職事件持續上演 又該如何告慰他們的犧牲呢 根據校處會統計 近十年來 殉職的消防人員 就有多達四十多人 而這次事件後 再度掀起捍衛 消防員安全的聲浪 監察委員也申請自動調查 當天其實我 自己是輪秀的狀態 趕到現場的時候 幼瑋跟志凡都已經 被救出來送到醫院去了 其實說真的到現在 我覺得志凡 他這麼久沒有出現在分隊 我都一直覺得 他可能是請個比較長的假 就很久沒有看到他 這樣子的感覺 當下聽到就是覺得錯了 就是說 既然志凡學長都走不出來 那可能久了 訪客也 也 就是狀況應該也都很差 這裡是之前志凡學長的房間 然後現在目前 是由其他分學長睡的 他是倖存的消防員 25歲的陳幼瑋 與學長陳志凡一同深入火場 卻無法一起平安歸隊 當時志凡學長已經是完全沒有起 那我那時候大約還有100瓣的空氣量 所以我們就是討論說 那要不然我出去找房間 找窗戶 然後之後再回來找他 沒想到我出去之後也離死方向 幼瑋他就在這個過程 他不慎摔下樓梯 向下走溫度太高下不去 所以他又往上走 往上走的這個過程 他 氣瓶剛好也沒氣了 那就摸到 剛好有摸到窗戶 所以就掛在窗邊待救 我說一下有沒有撤退這個命令好了 就是 當下是問我們說 我們是不是在相對安全區 但是那種情況下 比起樓梯間已經算是相對安全區了 但是也都是濃煙了啦 相對來說是安全 但是其實已經不適合人在那邊 現在沒有聲音 整個是九樓的死角 訊號的死角 在裡面發生的狀況 當然是我們消防同仁都最不願意的 最不樂見去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 幼瑋我覺得真的是很幸運 真的整個說是很幸運 陳幼瑋膝蓋摔傷 肺部受傷 住院治療十天後 就立即返回崗位 其實那種狀況下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慶幸 就是自己能走得出來 其實在樓梯間沒有氣的時候 我就已經半放棄了 哇 這個應該不行了 我想就說 難道這就是最後的風景 這樣 消防工作 背負著不可預知的風險 出生入死冒險犯難 但人力長期不足 工時太長過勞 都是早已期待解決的難題 我講消防人口服務比好了 香港跟永約 他們大約是一個消防員 服務五百個民眾 在台灣平均是一個消防員 服務一千五百個民眾 彰化縣的部分 大約是一個消防員 要服務兩千一百個民眾 但是我們彰化市 只有二十三萬人口 但是只有兩個分隊 不到六十名的消防通人 算起來大約是一比四千 相較於國際上 整整高了八倍 我覺得當然就是 消防隊的情路太重太雜 那再加上人力不足 再來我就覺得 對消防專業的不夠尊重 所以造成消防隊 他沒有辦法專心去做 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不要是在消防人員 殉職以後 然後大家才來講說 消防人員很偉大 我覺得那種偉大 或是消防人員 真的是需要更多的關注 需要更多的支持 是打從心裡面去認識他 因為我自己也是義消嘛 所以其實我也知道說 以前雖然看到殉職案 比如說大雅跟新屋 一次就有六個學長過世這樣 你會覺得很難過 但是沒有想到這件事 今天真的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彰化就只能夠回覆我們說 因為我們沒有遇過這樣的大型災難 你絕絕 所以之前其他縣市發生的災害 你們都沒有拿來做參考嗎 自反殉職的案件 我覺得可以突顯出我們 對於消防現場的救災安全 還有現場的指揮系統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經濟 跟其他縣市 甚至是到國際上 我們要走出去看看別人的做法 喬友這個案件 它就是也是一樣的一個情形 就是說用人命的方式 不管是民眾的犧牲或消防人的犧牲 來驗證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的防災其實 並沒有被這個社會 或是國家所重視 也另外一個在提醒的一件事情叫做 我們在縣市的防災上面還是有差距的 尋職消防員家屬艾切提出訴求 消防分隊弟兄勇敢在鏡頭前發聲 期盼消防工作能真正獲得重視與改善 還是希望下次不要這種事情 但是應該以後也不會有什麼害怕進去之類的 應該也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畢竟這次都沒有死成了 那以後應該也不會死成 你們媒體的力量是最大的 我們是一個平反的老百姓 如果可以藉由大家的力量替他們發聲的話 或許還有機會可以改善他們的那個 他就會覺得說你去爭這些有什麼意義啊 你這樣不是會讓我更痛嗎 可是我就跟媽媽說 你現在很難過我知道 但是我們一定要冷靜下來 才有辦法把這些真相跟答案得到 與大火奮戰到最後一刻 一位消防員的陨落 一個家庭的悲痛 一對父母的眼淚 是台灣消防環境的縮影 是對所有在上位者的警醒 火警 火警 趕快出動 趕快出動 當警鈴再度響起 他們沒有太多時間難過 揭起下一趟任務 著裝出勤 打火救人 波唱英雄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一幕幕驚險悲傷場景過後 有多少人記得他們的犧牲與心酸 若沒有徹底改革 消防人員殉職事件 又該何以止息 近十年來 全台殉職的消防人員就有四十多人 別再用殉職換改革 生死已現系列報導 下個單元帶您獨家直擊 消防員們嚴格的訓練和養成 更多內容稍後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消防工作必須24小時隨時待命 不僅辛苦耗體能更是高風險 他們總在大眾最危急的時刻展開即刻救援 華視採訪小組連續守在位於萬華的台北市消防局雙員分隊 記錄下消防隊員們日夜出勤 台風天為您服務的真實場景 而平時備勤時間 他們也得做自主訓練 分分秒秒不能鬆懈 每位消防員的養成都相當不容易 我們特別申請前往新北市消防局位於細紙的寶長坑訓練中心 獨家拍攝消防員訓練過程 透過鏡頭帶您來看守護在民我背後 他們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雲梯消防車升空30米相當於10層樓高度 這是第一線消防員的視野 必須克服恐懼 雲梯消防車升空30米相當於10層樓高度 與心理障礙挑戰從高空救火救人 每天的下午會有不同的器材車輛 對 那像今天剛好是三腰的雲梯車 它其實就有架設水線 就是可以沿著它出去 雲梯車操作是他們背騎自主訓練重要的一環 在救災現場要快速搶進更高樓層 雲梯車扮演救援關鍵 採訪團隊來到台北市雙元消防分隊 貼身拍攝紀錄消防員的日雨夜 盧壁颱風清洗 狹帶強風和鎮鎮豪雨 我們跟著消防員在第一時間出勤 強風跟消防隊員也必須扛起防臺的工作 實際跟拍當有民眾通報低蛙地去清水 他們就必須前來前例 確定對民眾不會造成危險 危機現場隨時需要他們即可救援 台北市的消防隊晴衣修衣 上班上滿24小時 才能有一天休息時間 雙元分隊鎮守萬華峽區 突發出動早已習以為常 只要有勤務出去都是有風險的 行車風險是一個比較不會被注意到的一面 你開車你會闖紅燈嘛 你不會闖紅燈 那相對的我們初級就是反其道而行 就是看一下自己的手電筒會不會亮 那不是有點壞掉 就等下換電池 裝備是他們最重要的防護之一 而每件消防衣底下 都有著一槍熱血的故事 在我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台灣有一部連續劇 叫做火線任務 對那部戲就是覺得很著迷 然後我就覺得 消防好像是一個很酷的工作 然後我本身覺得我自己對助人 或是救人這塊也滿有興趣的 27歲的消防隊員中藝 把助人當置業 揮抱著憧憬成為消防員 我們每天都要點交車上所有的器材 然後看一下它的功能是不是正常的 因為消防工作累嗎 它滿多樣化的 整體來說因為它的累最主要是 消耗掉你的睡眠時間 然後你有時候晚上出勤的頻率不一定 34歲的王聖柏 108年特考班出身 剛下分隊半年 原本是名廚師 六年前歷經八仙成佛協助救人 讓他決心轉職 有一次工作剛好是在八仙成佛 援抱的現場 所以他就在我身後發生 因為現場很亂 所以你第一個時間想法就是 要救人 要幫忙 後來其實一直在考量到 既然想做點不一樣 做點有幫助的事情 那之前遇過的事情 好像就是牽著我慢慢走向這一塊 當然家人都是不真實啊 畢竟他們都不會希望自己的小孩去參與到有危險的地方 我覺得多用心去溝通了解 你的工作環境讓他們去感受 其實他們我覺得是能夠理解的 2021年台灣遭遇新冠病毒本土疫情衝擊 消防員和醫護一樣扛起重任 確也深陷風險 一定會隱藏著病毒 可是不得不患者是需要就醫的 所以我們還是得去幫助他 從著裝接送到反程清消 不只耗時危險更承受龐大的心理壓力 有的人為了家人一度選擇分隔兩地 爸爸 我想你 我也好想你們 我就一直跟他們講說 爸爸在前線跟病毒打仗 像說病毒打敗之後就回去跟你們一起團圓 如果這是一個確診或是疑似確診 或是TOC陽性的一個環境的話 消防員的紛紛苗苗面對著不同挑戰 也面臨著一場場生死冒險 快燒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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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水煙霧 這水煙霧煙霧 這邊很熱 這邊很熱 趕快 小隊長王爵偉 頭盔攝影機畫面 記錄下消防員在瞬息萬變的火場中 驚險的救援場景 火場裡面我們最怕的兩個東西 就是一個叫做爆炸 一個叫倒塌 因為這個是你不可預期的 爆炸就是包括 就是我們常聽的那個所謂的 散燃 消防員殺手 這個也是從慢慢的 每一場火再慢慢去累積去經驗 然後上面傳承下來 我們的經驗再傳承下去 王爵偉從事消防工作23年 曾獲選全國十大緊急救護技術員 人命關天 他們總是出現在第一線 救人嗎 好啊 好啊 我去搭一下就好了 我們不管是救災救護的出現 那正常情況下 這個是他可能這一生最悲慘的時候 那我們做的就是幫他把 所他面對的東西 就到此為止 多多少少還是會碰到一些 他沒有辦法被救出來的 就通常都是盡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 遺憾的事情發生這樣 要成為一名消防員 是透過精實的訓練與經驗 累積而來 每一個堅韌的身影背後 都得付出許多汗水與努力 好那待會標準為100秒 100秒然後不能有缺失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來預備開始 這裡是新北市消防局 寶藏坑訓練中心 因為疫情暫緩開訓 有兩位社後分隊隊員與教官助教 在鏡頭前實地操練 好快 氣平是否全開 好 很深 消防衣加空氣呼吸器 裝備重達20多公斤 組裝後準備進行濃煙搜索訓練 這邊應該在後面嗎 對 好 前面有一個橫坑 好 往前爬 好 往前爬 前方有個往下爬到 好 爬下去 好 爬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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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上環 火場裡最大的威脅 不是火而是密布的濃煙 當高溫濃煙從天花板快速往下蓄積 既危險也阻礙視線 一般建築物火警溫度可達攝氏800度以上 消防員必須採低姿勢 在火場中行動 火場內部危險性相當高 像是濃煙搜索訓練 就會釋放大量的煙霧 主要是訓練消防隊員在火場裡面的臨場感 以及確保他們的方向感 因為一旦迷失方向 對於他們的自身安全 以及搜索過程 都會有相當大的影響 我是第一員負責在前方搜索 然後還有探路 要定位我們自己的方位 我們迷失掉 後方那一員是負責扣大搜索範圍 以及集中支援 一直對話才能確定說 後方人還在不在 前方人有沒有走岩 那如果只要一有狀況 雙方就要立刻溝通 收索範圍 回頭 好 你們已經進入搜索15分鐘了 請回報氣量 農煙裡面含有幾百種幾千種的有毒物質 所以當你吸到一口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被嗆暈過去 所以如果消防員要進去火場裡面 就必須配戴這個SCPA 就是我們的空氣呼吸器 這一套訓練流程 都是以第一線自保的能力為做一個訓練 再去加強 訓練過程必須還原身手不見五指的場景 但為了協助我們拍攝 現場開燈還有兩位隊員蒙上雙眼 搜索過程困難重重 這也是最貼近火場裡的真實環境 我以前是職業軍人 那是因為我親戚本身就有在做消防員 後來我自己去查資料覺得還不錯 各個領域都很多東西要學 剛出社會的時候有去救護車公司工作過 他那時候覺得其實對救護 感覺比較好像有熱忱 能夠真正跑到第一線去幫助人 是很了不起的 社後分隊隊員張偉與江麗仁 兩人剛分發半年 期盼在消防崗位奉獻幾億 他們要有專業的技能 鐵人的體能 每一位消防員的養成 格外重要也艱辛不易 因為每一趟現場都很危險 每一條生命都很寶貴 火場是比較屬於短時間 需要高耗能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基本的體能 也要持續地給他維持到 比較好的狀態下 確保我們每一趟任務 都可以平安地結束 我們從事這個行業 這個就是我的工作 這個救人 這個就是我的使命 給先生的觀念就是 我們還是一樣要穩扎穩打 把我們的基本功練好 熟能生巧 那隨時保持你自己的裝備堪用 消防署統計 2020年整年全台發生 兩萬兩千多起火警 一百六十一人不幸死亡 四百多人受傷 緊急救護出勤次數達一百一十二萬次 但其實他們除了救災救人 還得背起不少業務壓力 像我們就一直很推這個助警器 為了他們的安全我們只好出去發 那出去發本身又會擔心 民眾會覺得說 這是詐騙啦 反正我們已經施工見慣了啦 我們的目標是家家戶戶 都要安裝到助警器 那但是採購的這個數量 跟實際上的數量是 還有一段落差 就需要靠我們分隊 跟大隊去尋找一些民間資源 那他其實可以交由 異銷或是宣導隊去執行 這樣就好 其實你是有志願人力 可以去處理的時候 你就不用讓正式的編制人力 已經不足的人力 還要去做這件事 消防員得挨家挨戶 請民眾安裝助警器 除了雙北市外 有的縣市甚至得靠消防隊券目 討論多年的捕風抓蛇 雖有農政單位接手 單個縣市做法不同 有時仍得仰賴消防員出勤 他們24小時待命 沒有過多喘息 勤而休憶的縣市 甚至得上滿48小時 才能休息24小時 前輩就是一些訓職 慢慢的改進導致 就業務簡化比較落實訓練 但是我覺得有進步是好事 但是希望不要就是到這邊而已 還是要持續的 成就感跟真的有在幫助人的感覺 是很 我很喜歡那個感覺 對 他對我來說 他其實每天遇到的人事物都不一樣 對 那我會學著 把他們當作我的老師 都是可以讓我在更 成為更好的消防隊員 人家都說消防員是火場的逆行者 我們是進去 然後我們要叫所有的民眾出來 每一次的出勤 就是為了平安回來 熊熊烈焰中 衝鋒陷陣奮勇救災 他們是火場中的逆行者 消防員的搏命保障了你我的生命與家園 而他們的權益更該由全民共同守護 期盼他們每次出勤都能完成任務 平安反對 消防員們是火場中的逆行者 感謝他們奮勇前進 在最危急的時刻守護民眾的安危 而他們的權益又該誰來為他們發聲 消防員面對的挑戰和困境 下個單元繼續追蹤 馬上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熊熊大火燒出消防體系 長期以來人力物力不足等種種缺失 但事件過後 人們能記取教訓嗎 2015年1月 桃園新屋一處保林球館發生大火 造成6名消防員殉職 6年過去 消防員的工作權益改進了嗎 採訪小組實際前往 在這場大火中 整選3名地生的永安分隊 發現大火後 消防地生的救命裝備精進許多 像是過去整個桃園市 只有3台的熱血象儀 現在每一分隊 都至少配有一台 但消防權益 看似往前邁進的同時 我們卻也發現 政府喊出5年 讀住3000消防人力的口號 如今卻沒有任何一個縣市 人力完全補齊 消防員呼籲的組織工會 也遙遙無期 幾層的心聲 帶您傾聽 雄雄火光 點燃令人心碎的那一夜 2015年1月20日 凌晨2點02分 桃園新屋保齡球館遭煉焰吞噬 警笛聲 暴獵聲 嘆喊聲 宛如死神呼喚 保齡球館的鐵皮鋼架建築 因為閃燃爆炸 造成了鐵皮龍塌 那天算是我人生中第一場 就是大火 當時其實也沒有所謂的熱血相 所以我們其實很難有任何的進展 就是我們出來之後 其實他並不知道 我們當初進去有多少人 他是誰進去 那這也是我們安全管控的這一塊 刑務分隊 永安分隊 觀音分隊 六位平均24歲的年輕消防員 折損寶貴性命 刑務大火創下近20年來 住宅火警最多消防人員 殉職的慘痛紀錄 現場指揮人力設備等缺失 全成了眾矢之地 受到使命就是有人員受困的現場 所以我們還是要必須要在建築物裡面做搜索 進退場的時機 包括安全模擬等等 這都要再加強 一開始我們的人士能力是不夠的 我們沒辦法做到初期的陸式管制 在大火中遭到燒毀的新屋堡林酒館 如今成了一片空地 在過去一點時蓋起了幾棟新房子 展現重生的氣息 這把大火燒出了台灣消防體系的種種學識 如今多年過去 許多人不禁都還是想要問 這些問題解決了嗎 地方首長承諾改革 但2018年4月28日 桃園晉鵬工業平鎮場發生火警 廠房堆放多種化學物品 猛烈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消防隊員冒險入市搶救 近遭崩塌掉落的大型機具壓住 無法逃生 六人葬聲鼓哭 有氣瓶的都在過來啊 從來在裡面 快 快走 現場十三段的化學物質沒有申報 讓消防人員暴露在未知的危險中 在安全管制上 比較像是說每一件殉職案 都有心無的影子 我們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其實我們很難去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外界不解 迅持消防員進入火場前 根本沒看過廠房平面圖 更不知道危險物品擺放未知 為何被派進火海冒然赴死 台灣消防史上 一連串不該被遺忘的悲劇 為國內消防改革 點燃熊熊火炬 消防員走上街頭 齊聲吶喊 消防不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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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未明的情況之下 就進入火場 為了將它撲滅我們得犧牲多少的代價 經歷大火犧牲多條人命 外界總算看見嚴重侵持消防前線 戰力的蠢俄訴極 也匯聚改變的能量 2019年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三度通過 將消防人員生命三權 KB權 資訊權 及調查權明確入法 資訊權很重要 去年我想有幾個大的公司 消防隊到現場 它還跟它隱匿 它現場裡面會有爆炸物 那其實對消防隊來講 這都危機 像退避權這件事情 不要讓我們的弟兄 只是往前進 他們也應該有時候 可以往後退的時候 三年折损十二位消防弟兄 讓各界警醒 來到桃園最西端的永安分隊 消防弟兄們 正在細心保養他們最珍惜的夥伴 那這台鳳翔號是當初我們 新武保養球館事件之後 陳鳳翔的家屬所捐贈的 鳳翔號在來的那一天 其實大家的心中 並不是有太多的喜悅 因為大家都覺得永安分隊 能有這台勤務車 是用鳳翔的命換來的 支援新屋大伙食殉職 前永安分隊小隊長陳鳳翔 對消防工作的熱情 五星化為鮮紅色亮麗外表的救災車 無論刮風下雨 鳳翔號都默默陪著隊員出勤 守護弟兄 雖然他老舊 但是因為他有一些特殊的情感 那大家使用上也會特別的珍惜 對他的差勢也特別的小心 更愛護 這是我們的熱險象儀TIC 那我們右邊可以看到 我們不同溫度 它會顯示不同的顏色 對準目標 環境中的潛在熱源 通通無所遁形 這是被消防人員稱為 第二雙眼的熱險象儀 一台要價30萬元 過去整個桃園市只有三台 2015年新屋大火後 設備短缺問題終於獲得重視 如今每個分隊都有配置 那人員的部分可以明顯的看到 我們這邊螢幕上面有顯示 這個人的模子在上面 那也是方便我們去查找 這邊可能會有疑似受困人員的位置 無線電的部分也 在新屋保安局管事件之後 將這個類比訊號換成數位訊號 那為了就是要讓我們火場的 這個傳出來的資訊 可以去更加的清楚跟明確 因為可能在火場會跟同伴走散 那這個無線電也算是個人保命的重要設備機 消防機器人 甚至臉上有一點拍攝機器 很開心 這些也逐年 從109年到112年 也來做一個 泰幻的增進的處理 當設備器材已已到位 消防人員最在意的安全管控 更上了嗎 在新屋保安局管事件之後 針對這個救災安全管制的部分 我們桃園做了蠻多的改進 那這個就是我們救災安全管制版 第一個要點就是我們可以將 入室同仁的這個PASS PASS就是我們現在會配置在 我們氣瓶杯架上的一個救命器 那它的功用就是 在插銷拔掉之後它會進入啟動狀態 這個PASS是之前布地每個人都有的 對這個PASS在我們發生 新屋保安局管案件之前 它其實分隊可能兩三個 甚至四五個才一個人有一個 它最主要的功用就是 讓火場其他的人知道 裡面有人可能目前的狀況是 不穩定或是不確定 把這個PASS Key放上去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 這一組入室的帶隊官以及 入室的人員總共有幾位 經歷慘痛教訓 近年桃園市消防預算 從19億迅速成長為26億 種種精良裝備全是人命 換來的代價 最難的那部分是要怎麼改變 消防署他們在內部 還是要仰賴殉職當作改革的動力 這件事情 當消防權益看似往前邁進的同時 專家卻心痛指出 第一線救火現場 消防隊員仍有難為的苦衷 像我們就常常看到很多火災呢 動不動就會有民意代表來講 你現在都為什麼不進去救 法令修改它只是一些文字 可是真正落實上去 我們還是要去執行這樣的一個情務 它還是深陷在這個環境裡面 還是非常危險 桃園是目前許多消防員 口中的幸福城市 而其他縣市困境改變了嗎 下午3點 新北市新店分隊的隊員們 開始集合成隊 背上近30公斤的裝備爬上7樓 這天進行的訓練是踢肩渡線 演練大樓建築裡的救災應變 隊伍裡身穿救護背心仔細觀察隊員 不放過任何細節 她是電視劇火神的眼淚導演 蔡林娟 一開始會注意到消防員的故事啊 其實是多年以前那時候 有發生一場新屋大禍 台灣的消防員人力不足 然後就是過勞 然後有的很多縣市其實 裝備也有點老舊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其實還蠻不捨的 我喜歡我穿這樣子 然後真的好累 何況是你們穿 為了真實呈現消防人員心酸血淚 拍攝前導演花了一年 在新北市及台東本地 任消防員朝夕相處或停掉 各人發現消防人力設備不足等缺失 在不少縣市仍是殘酷的現在進行市 那種剛下分隊的消防員 他得要去借其他人的消防衣來穿 尺寸也不一定很合 無線電就是有很多個可能彎了 或者是有點斷了 但是沒有辦法換新 接獲任務隊員們緊急出動 行電分隊隊員共有60位 人數全台最多 但每月救護量突破800件 平均每天都有近30件 全靠隊員咬牙苦衝 勤務上如果比較防重 可能就是大家休息時間會比較不夠 只有自己找空檔時間 去做個補免的動作 那避免大家出庭的時候 造成一些可能會傷害或危害之類的 多年來一直非常多的消防員 在呼籲就是希望補足人力 可是一直都沒有被補助 台灣消防人力短缺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根據消防署2021年6月的統計 全台消防人力缺口最多的前三名縣市 分別為新北市、桃園市及台中市 而其中新北市的消防人力缺口 是一共達到了135人位居全台第一 而桃園及台中的人力缺口 同樣也都破敗 105年到110年 我們就培養了4747位 縣市的需求能夠釋放出來 我想這樣的一個量的補充 縣市一定會很有感覺 訓練、裝備加上人事成本 每增加一名消防員 地方每年平均得多支出150萬元 若地方預算無法同步跟上 消防人力短缺仍是無幾的難題 因為我們的薪水就是來自 地方縣市政府預算 所以它地方縣市預算多少 就是才能招多少消防員 因為我們也曾經遭遇過 就是把中央培養出來以後 縣市它沒有這個預算 它沒有辦法吸納 那變成這個就是產生落差 2018年1月總統蔡英文承諾 將以5年3千人為目標 逐年補足消防人力 根據消防署統計 2018年國內消防隊職員 共1萬5267人 2020年為1萬6206人 微福省長近千人 但人力根本問題 卻尚未解決 消防署在報告這些計畫 它的三千人計畫都會說 這些縣市已經滿編了 人力跟勤入一定是對等的 可是那個滿編不叫做人力夠 那個滿編叫做各縣市開放它可以 編到的員額已經編滿了 但是它真的夠不夠 其實我們都完全不知道 當你在補人的同時 你有沒有想過 要去減盡它的業務 那如果你在補人有困難 你可不可以奢華去減盡它的業務 終止大火悲劇 終止大火悲劇 消防權益改革在艱困中緩慢前行 接連幾場大火後 消防員組織工會的聲浪 再度引發社會關注 我們是想要有自己的基層團體 我們想要大聲的跟它講 因為我們是實際決策的執行者 那我們最了解我們執行 這些勤務上所遇到的困境 不管是輪修工時 又或者是業務 然後又或者是裝備的問題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可以傳達上去的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現在的訴求是什麼 公務人員在法令裡面就是不能阻光會 那當然我覺得 誰可在舟亦可負舟 所以就變成說你怎麼去善用 對很多消防員而言 其實他們是冒著這個失去工作的危險 然後去爭取他們應有的人權 我們可以有言論自由 我們可以有集會結社的自由 然後可以有上街頭這樣子的自由 所以我們更是要珍惜透過這樣的制度 來讓我們的社會更加的緊迫 當大火退去濃煙消散 總得看見消防弟兄勇敢堅毅的身影 拘謀拼搏他們全部退縮恐懼 但應用的消防員畢竟也是血肉之虛 他們急聲吶喊 也總是等到犧牲人命 才換來血尾改進 消防改革的口號背後 還有多少漏洞有待投救 期待台灣社會 共同守護 疫情發生 接到指令從不猶豫 當火勢不滅 他們的救援行動也絕不終止 這是最感動人心的消防精神 正是消防員們所面對的困境 憑見他們的心聲 也期盼所有打火弟兄們 每一趟出勤都能完成任務 平安反對 台灣加油 我是陳喜君 我們再會 疫情期間 其實我們很想要 想出自己的一條路 可是蔬菜類對我們來講 算是有一點難度 老闆 一份紅蘿蔔 我要一份高麗菜 小黃瓜跟青花菜 傳統市場它最重要就是人 把人都取代掉了以後 傳統的那種人情味 它就會跑掉 搖一散 臭ische 喝啟 哀啟 是 覺得 不 forced